缺乏程序跟實質討論 會讓法條難以連續各方共識 我要呼籲在野黨尊重少數 眼見國會改革法案 將陸續刪讀 總統賴清德 喊話藍白尊重少數 但若真的無法攔阻 必須採急問急答 黨三總刀 柯建民已想好辦法 宣布核心之前 柯建民說賴總統不進立院 令沙盤推延 一旦國慶報告三讀之後 政院將在十天內 以請立院復议 而立院維持決議之後 經總統公布 再由黨籍立委提出 釋憲整個流程 最晚可拖到明年六月 但問題來了 五國世衛大法官當中 有七人將在十月 屆滿卸任 新任大法官任命 需經立院同意 藍白兩黨或許 不會輕易放棄 是同意權的行使 超級工房戰術層層堆疊 但就算核線 藍野優勢 賴清德以恪守 憲政義務為由 不簽署 不發布 畢竟2015年 賴清德絕因議長 射黑金 曾長達 234天 沒進議會被巡 不要像在台南市 連任市長的時候 一年234天 不到議會被巡 假如今天你要求援兼裁判 不予簽署 那恐怕是華天下之大忌 有前車之鑑 這得慎防 歷史重演 TVBS新聞 最終學會 台北有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 APP